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颗新的镜头 这是维着的85毫米f1.8 不过呢 其实大家应该见过这颗镜头啊 因为我以前有专门出过维着的85 1.8 但是那个镜头是富士的卡口 不过呢 我在那期节目里面说过了 这颗镜头啊 实际上它的相场可以覆盖全画幅的 所以这回专门针对于全画幅的索尼相机 推出的一卡口的版本呢 也一点不意外 终于可以使这颗可以覆盖全画幅 CMOS相场的镜头获得最大的发挥 当然在索尼一卡口85毫米胶段镜头的竞争 是非常激烈的 包括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三阳的85毫米f1.4 那今天这回呢 我也是跟上次节目一样啊 是带了两台完全相同的A73 来对比一下原厂的F185毫米1.8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颗镜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你们相机也太多了吧 感觉我冲手套掰了 相机也没有摩托也没有脚架都没有 没有麦克风也没有 感觉什么都没有 没有我们这上海这什么都是线瓢的没关系的 人带过来就行 这回的对比呢并不是专门出来拍摄的啊 你可以看到是跟我们顾俊老师一起 而且趁着顾俊老师和我们的范范一起拍摄 CIR小姐姐的空西找了国内老师 来做了这期节目 当然在拍摄之前呢 这两台A73的设置呢也都是跟上次一样 调整成完全一模一样 大家这样比较洽来的话会比较公平 对于副场镜头来说呢大家可能首先 会关心的是它的对焦的性能 通过视频上的画面大家应该可以 很清楚的感受到虽然说它是一个副场的镜头 但是它即使在使用这么小的一个单点的 对焦的情况下 而且在环境这么暗的情况下呢 它的对焦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并且呢也可以看到它可以很好的支持 索尼A73的人眼识别 那这两台相机的固件呢 我都是升级到了最新的3.0 所以呢工作的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甚至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原厂的镜头 在这个逆光的环境下呢 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拉风箱的现象 而使用围着的这个85 1.8的话 它的对焦就非常的迅速 没有任何的问题 测试用天 根本不考虑任何的艺术性 有区别吗 这个蓝一点 红一点 你知道上次我们做对比啊 会发现用那个GM那个头就是偏暖嘛 然后后来我们交换了一下镜头发现 是屏幕偏暖 很尴尬 是同一个形态 在视频拍摄的时候呢 我也对比了一下 会发现呢 围着的这颗85 1.8也是支持人脸识别的 这个现场的视频呢 大家可能会发现 左侧这台挂了围着85 1.8的A73呢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并没有显示人脸检测框 我以为它是不能人脸识别的 但是我后来回去检查了一下 左边这台相机的设置 会发现呢 它是把人脸检测显示框给关掉了 所以说实际上它是可以人脸检测 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 通过这个蹭顾俊老师测试的画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很显然索尼原厂的85 1.8 在搭配A73的时候 它表现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拍摄的环境还是非常非常暗的啊 你可以看到 围着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拉风箱 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 它就对不上焦了 所以拍摄视频的话 围着的这颗镜头可能会表现比较差一些 然后我们再继续做照片的拍摄对比 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两台相机都是拍摄了好多张的照片 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些照片呢 都是我已经挑出来 觉得这一组照片当中最锐利的 在后期选片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搭配 围着这颗镜头的A73呢 它能够百分之百对上焦非常清晰 非常锐利的照片的几率呢 要比原厂的85 1.8要低一些 通过这些放大的照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假如说围着的这颗镜头百分之百对到眼睛上了 它所拍摄出来这个画面的解析力呢 是要比原厂的85 1.8要好一点的 但是假如遇到拍了三四张 都没能挑出来一张对焦非常锐利的话 那围着了这颗镜头所拍的画面 就会感觉不如原厂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呢 一张照片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否锐利呢 不光是跟镜头本身的素质有关 跟相机搭配起来的 它的对焦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呢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至少现在看来呢 围着了这颗85 1.8它的固件呢 对焦准确性并不如原厂那么好 但是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多拍几张 然后挑出来一张对焦最准的 那么你拍摄到的画面呢 肯定是要比原厂的85 1.8全开的时候 画质要好 为了测试一下这个郊外的光斑呢 我这边选取了一个 直接对着南普大桥的角度 当做背景来拍摄 在晚上的时候 南普大桥的桥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灯光 通过放大照片的话 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围着的85 1.8它的焦外的表现 要比原厂的85 1.8要更好 原厂镜头所拍摄出来了光斑呢 就没有那么圆 尤其是在比较边角的位置 它就变成一个柠檬的形状 这是因为呢原厂的85 1.8 它的滤镜的口径呢是67毫米 但是围着的这颗85 1.8 它的口径是72毫米 对于像这种长焦镜头来说呢 你的口径越大 那么在你拍摄的时候 这个焦外的光斑 尤其是在边缘部分的话 它的表现就会越好 它的形状就会越圆 并且呢放大照片可以看到 在原厂的85 1.8的光斑的里面呢 还会有一些杂质出现 但是围着了这颗镜头 它的光斑就会非常的柔美 想要在晚上拍摄出来很清楚的画面呢 其实对于这种长焦镜头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相机的性能 就是防抖系统 由于A73呢有CMOS的五周防抖 所以即使这两颗镜头都没有光学防抖 可以看到在60分之一的快门的情况下 它已经是小于了85毫米镜头的安全快门 围着搭配A73的话 这个防抖的系统工作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所以你在夜晚拍摄的时候呢 快门放的低一点也完全没有问题 接着我就做了一个连续对焦的连拍测试 我本来以为可以把照片放大 让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两颗镜头 它对焦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结果呢围着这颗镜头不是非常的争气 直接翻车了啊 甚至是直接就完全的胡偏掉啊 完全没有对到人身上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连续对焦 基本上没有什么必要再深入测试了 这不用测了 就再测一下就行了 这对焦不行 希望之后 围着可以推出更好的固件来支持 A73代机非常好的人眼连续的对焦 不行这都不用测了 这都对不上焦 在这边拍摄呢 由于光线比较多比较充足嘛 所以两台相机在F1.8光圈全开的时候 ISO都可以压的非常的低 放大照片以后呢 大家应该能比之前的照片更加清楚的看到 两颗镜头的解析力的对比 只要是围着这颗镜头对上焦的话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要比原厂的85.8要解析力高那么一点点 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我这两张照片的白平红的设置是调成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原厂的85.8呢 拍摄出来这个人物的肤色就有点偏黄 但是围着的这个镜头 它人物肤色的渲染就会比较偏粉嫩一点啊 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相机它由于识别的问题造成这个颜色偏色 还是因为围着这个镜头本身它这个色彩要比原厂更好一些 不过呢如果两张照片的拍摄参数一样的话 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发现原厂的镜头 它的通光量要比围着的更高一些 所以说画面会更亮 所以呢通过之前这些照片综合比较下来说啊 它的焦内如果对上焦的话要比原厂更加锐利 焦外呢也要比原厂表现的更好 除了说它的连续对焦还有单次对焦的稳定性相比原厂来说有 有一点差距如果你在单次拍摄的时候有多余的时间多拍两张 或者是没有连续对焦拍摄的需求的话 很显然围着的这颗85 1.8 索尼一卡口的镜头要比原厂表现的更好 不光如此呢 这颗镜头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现在预定的话只要2000多块钱 但是原厂的镜头你去官方去买的话至少要4000多块钱 所以围着的这颗85 1.8在画质更好的情况下 它的价格还要有一倍的优势 所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当然围着的85 1.8它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镜身是一个金属的材质 所以说它的镜头的重量要比原厂重很多 围着的这颗是600多克 而原厂的话只要380克好像 围着的这颗镜头的重量 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上次使用的三阳的85 1.4了 85 1.4它的光圈还要比85 1.8大一档 但是重量是一样的就非常的好玩了 假如说你对于这个重量是比较敏感的话 可能围着的这颗85 1.8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毕竟我们选择1.8光圈的镜头 目的就是为了要比1.4光圈镜头更加的轻便 携带起来更加的容易 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些缺点在2000多块钱 巨大的价格优势的面前都不是问题的话 围着的这颗85含米1.8 对于大多数买不起原厂镜头的人来说 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因为这颗镜头跟之前的富士卡口的85 1.8一样 都是产量比较低 所以你现在要购买的话就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先到先得 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是到下方评论区的链接点击 进入到我们的店铺来购买预定 好了那么今天这期也不知道算实拍 还是算瞎BB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阿布相机手册只做实拍不瞎BB 拜拜 你也是专拍左脸 哈哈哈 launches 距离 Tedd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